我跟妈妈说了 中国世界上是最安全的国家 作为一个外国的姑娘 我不管是走到哪儿 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 都觉得很安全 大家好 我是卡丽娜 我到贵州了 老公现在在山西 我现在在这里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老公安排好了 他在山西产地 负责直播待货这方面 因为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老公也让我出去学习 因为他不希望我跟着他 天天直播待货 当我自己学习 他一个人直播待货 跟我们两个人一起直播待货 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他安排好了我出去 跟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学习 一起拍视频 直播娱乐等等 这样我们俩可以互相绑住彼此 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我需要在贵州待一段时间 大家如果担心的是 我在这边一个人 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这边有个老朋友 他也算是我的通生公司的好朋友 我们很早之前 就是在乌克兰认识的 认识差不多四年了 当时乌克兰的战争开始 我们也是一起撤鞘的 来到中国 我的妈妈也很支持我 继续在中国学习进步 当然了 她刚开始 也了解到了这个消息 她特别担心我一个姑娘 一个22岁的姑娘 她的唯一的女儿 因为我在家里就是 独生子女 她也觉得心里有点不安 我一个人来到就是四周都是山的地区 到处都是山 我顺便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环境 特别特别美 哇 我现在在一个公园里面 大家觉得美不美 但是我跟妈妈说了 妈妈你还记不记得中国 世界上是最安全的国家 作为一个外国的姑娘 我不管是走到哪儿 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 都觉得很安全 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所以我再让妈妈 就是想起来 她在中国是不是安全 目前我在这边安不安全 然后她这样心里觉得 啊对对对对 啊那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不用担心我安全的问题 虽然我来到这边 只有两天的时间 但是我已经很喜欢这个地方了 这里我们现在住在山顶上 海拔有1100多米 所以这里的天气不会特别热 很舒服很凉快 也经常下雨 美食也不少 这里的朋友们也特别热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很舒服 很很适合我 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 一个22岁的乌克兰姑娘 在贵州会学到什么 会遇到什么样的朋友 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 那大家记得在这边 关注一下我 继续观看卡丽娜在贵州的故事 贵州的山贵州的水 贵州的 哎呀好像忘记了 下雨就说什么 大家记得在评论区给我说一下 下雨就怎么说 拜拜啦 我要吃羊肉饭啦